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重庆驻苏城秘密特派员范剑的代号叫乌鸦 公开身份是圣约翰医院的主任医生 戴岁昌与他暗中早有勾结 但为了安全 二人从未见过面 都是由小马连落 沈英杰和赵曙光利用这一点 绑架了范剑的拼头调虎离山 沈英杰则冒充他接待了戴岁昌 并下药将其迷晕 用医院的殡葬车蒙混出城 迅速转移去新开辟的湖山根据地 院长让我来拿份资料 范主任 范主任 范主任你开门呀 是周护士长啊 不好意思啊 范主任不在 你是谁 我 我是新来的小王 新来的我怎么不知道 您不知道我 我可知道您哪 盛约翰医院鼎鼎有名的美女护士长 偏嘴 少太马屁了 你这丫头鬼鬼祟祟在里面干什么呢 我 我在打扫卫生 没听见的 胡说 我进去看看 您还是别进去了 别进去了 你这样说我还偏要进去 您 您 这 您瞧您说的 您看 这不让您进来 是怕脏了您大美女的脚 行了 您还是先回去吧 等范主任回来 我来叫您好不好 记着啊 你 请问范医僧在吗 不在 我姓黛 姓黛 快 进来 快进来 快进来 医僧 阿兰有病 我有药 你想吃多少 你有多少我吃多少 这年头大家都有病 范先生 咱们终于见面了 来 快请坐 戴先生怎么突然到这儿来了 徒糟大难 别无选择 能赶快安排阿拉去重庆 李氏宁出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没想到牵连到戴先生了 这小鬼子心狠手辣 怕是要杀了戴先生灭口啊 能不要说了 戴某人如不尽成了上家之权 惶惶不可终日 全靠范先生打救了 太客气了 我当然是没问题了 不过这 这请示上风 这道程序还是要走的 能守给阿拉推山主事的 阿拉秘密为你们提供了那么多情报 可是党国的有公之臣 也瞎了 命在旦夕 你们居然见死不救 戴先生 你提供情报不假 但那是你当了罕奸以后 怕日后清算 为自己留条后路而已 算不得有公之臣 乌鸦 实话告诉我 眼下不光小鬼子要杀我灭口 共党地下组织也在打我的嘴 脾气辣辣 把你们重庆政府暗中勾结 南京汪尾 挤压江南新四军的内幕 全吐给共产党 让大众都晓得你们 借抗日以灭共的阴谋 戴先生 你急什么 有点秘书主人的修养好不好 我也没说不怕你 这样啊 少安无躁 我去给你冲杯咖啡 压压惊 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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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快走 你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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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哪 老子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别改在跟家母园的树林里见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那我老婆呢 你让我听听她的声音 喂 老公 我还活着 你再不来 我就完蛋了 行翻呢 我给你二十分钟时间 你再不来 你就永远别想听到她的声音了 快快快 趁家母园 好好好 来 来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我去盯着那家伙 你在这儿看着他 等任务完成了 就把他放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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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琢磨了一下 你还不能直接去重庆 这一路上 鬼子查得很紧 太危险了 那怎么办 我来安排吧 这样 你呀 先到上海 然后坐轮船到香港 再绕到河内 最后到重庆 浓缩这一圈 绕得太大了 戴先生 你还嫌绕大了 要是嫌麻烦的话 那就只有去闯日本人的关卡 直接去闯 过五关斩六将 杀出一条血路 不行不行不行 阿拉 您肯绕大圈子 也要安全 安全 安全第一 喝 咱们边喝边商量 好 咱们的电话 说得好 肯定不是你的电话 喂 谁呀 我是前院长 你是谁呀 你找谁呀 你是谁 叫范剑接电话 对不起 你打错了 你看 这个破电话 老窜些 一天得打窜好几回呀 那是 阿拉办公司的电话 也藏藏窜窜些 对 喝 喝啊 趁热喝 范剑搞什么鬼 奇奇怪怪的 她那儿新来了一个漂亮姑娘 我去拿资料 硬是不让我进 还挺漂亮的 新来个漂亮姑娘 嗯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也没见过 行 你先忙着啊 我去找她 嗯 还蛮香的啊 正宗的博来品啊 还蛮香的啊 正宗的博来品啊 你来之前啊 我接诊了一个病人 给她吃了安眠药 准备做观察 这会儿她该醒了 我去看一下 坐 坐 好 妈 啊 妈 感觉怎么样啊 妈 好点没有啊 感觉还疼不疼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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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吊虎离山的犯件 半路上突然起了一心 拼头被绑票发生的太蹊跷了 难道这里面有诈啊 特派员 上风几点 李士宁已出事 务必控制住戴穗昌 喂 不疼死吧 我们等待 我们见你 老公 我被绑票了 停车 停车 超小龙 回医院 快点 快 好 戴先生 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是照片上的一个人 戴先生 那傻子都能看出来 我肯定不是照片上的人 我有那么胖吗 那是我 大哥和大嫂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如果我不是乌鸦 我对你不怀好意 我早就动手了 我还请你喝咖啡啊 戴先生 你说你这疑神疑鬼的 吓我一大跳好不好啊你 阿拉现在是惊弓之鸟 稍有不慎 就会丢掉性命 我理解 来 你说你这周车劳顿哪 连口咖啡都没来得及喝 赶紧喝吧 好 好 反箭 开门 我是秦院长 开门哪 反箭 开门啊 反箭 开门 反箭 为什么不开门 这秦院长是日本人的足够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你在我这儿 要不然咱俩都死定了 那怎么办 别着急 晚不得已干掉他 前院长 前院长 怎么了 这里边明明有人 全部开门 开门 快想想办法呀 开门哪 开门 前院长 二号手术才出事故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走 走吧 来 来 来 上楼 走点啊 走点啊 来 你躲开 看看啊 走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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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往那边走 来 来 来 戴先生 看来这儿不能久留啊 赶紧喝口咖啡 咱赶紧走啊 对 赶紧走 好喝 好喝 都别动 你们什么人 在这儿干什么 大哥 你总来了 大哥 谁是你大哥 你是谁啊 我是犯贱啊 你到我办公室来干什么 犯贱 我看你犯魂 你是犯贱 那我是谁啊 你当然是犯贱的大哥喽 别胡说八道 说 到底是谁 大哥 我实话告诉你啊 我的代号叫乌鸦 是重庆派来的秘密特派员 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是犯贱 我才是乌鸦 是吗 你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乌鸦 我 我 医生 阿拉有病 我有药 你想吃多少 你想吃多少 你开多少 我吃多少 这年头 大家都有病 这年头 大家都有病 你们 你们 他 他是戴罪肠 恭喜你 答对了 那你们就是地下共党 恭喜你 又答对了 你 你敢开销 鬼子会来哦 你也活不了哦 你们 真厉害呀 来 来 上车 走 走 土大君 这些事情是吗 文忠忠敛 大罪长的业励 什么都可以做 独裁狗狗狗 你真是笨 你真是笨蛋 是 大水肠现在在哪里 有空不明 我查一下 我教你吧 这是刚才通过的史料 大水肠是 尊敬的通知 通知 联络的医者 救病院的医者 大水肠是逃跑的 他们必须 知道吗 知道了 敬姐 我们要去盘家帮忙 没错 湖山的通知在那接应咱 好 这帮鬼子好像要去医院 快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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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犯件惹了什么事啊 站住 我是院长 少废话 滚 你敢打院长 我告诉你 快走吧 前院长 后 后来 他们就抬着那个信贷的 逃走了 我那俗子小的 排骨 老赵 沉住气 万不得已 咱们就冲过去 沈阁长给阿豪了 快 这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呀 这么丑从哪儿弄来的 赶 赶紧放进去 你 你 干什么呢 啊 圣约翰医院买死人的 呸 卉强 走走走走 与强 来 太军 盛约翰医院买死人的 来 太军 打开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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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军 这死人还要检查啊 少废话 统统地检查 太军 太军 这个病人得瘟疫死的 尸体都开始腐烂了 家属都不敢来送葬 打开 千万别传染伤啊 太军 打开 开开 打开棍子 检查 太军请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老丈 任务完成了 走 我不行了 赶紧扔掉我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太臭了 是沈大哥的主意 越臭越好 把那帮酷崽子臭晕了 你赶紧扔掉我吧 我求你了 回回回 不是不是 拿走拿走 扔出去 我求你了 快走 别走 你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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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小孙 鬼子来了 沈大哥 姊姊 鬼子出来了 小孙 鬼子来得这么快 准备战斗 全家伙 好 小孙 鬼子来得这么快 小孙 鬼子来得这么快 小孙 鬼子来得这么快 小孙 快点 快 快 快 小孙 鬼子来得这么快 大孙 鬼子来得这么快 快 小孙 能开车吗 没问题 好 老赵 带上带隋伤 抄小鹿去叛家帮 保应值得地方 这是最重要的任务 我和小孙把鬼子引开 你去叛家帮 我引开鬼子 我拜托你了 这种时候不要再啰嗦了 快走 好 那边 走 走 小孙 快上 好 快走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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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孙子快打 鬼子冰箭了 鬼子冰箭了 霸蟑螂 找 篱子冰箭了 怎么了 天大哥 你先走 快 快点 走 你 你 给 放开 沈阁掌 沈阁掌 光影 快走 沈阁掌 走啊 快 沈阁掌 快 沈阁掌 来不及了 走 沈阁掌 老孝 你怎么来了 今天这边有枪声 我带战士们过来了 那正好 赶紧给我去接应老赵他们 是 马上 他不是 大士长 没有 我只给你 马上 嘴唆 嘴唆 我弄了 起来 快 追 报应 接应我们的同志呢 这谁在身子里 来不及了 郭忠 你们逃吧 我掩护 往哪儿逃吧 非是这么一个凶玩意儿 既然逃不掉 我们干脆跟鬼子拼了 我先一枪崩了这口韩剑 为是大哥和小村报仇 对 与其让鬼子把他抓住了 还不如我把他杀了 慢着 不斩接应我们的同志来了 沈科长 他没死 他没死 沈科长 我们在这儿呢 沈科长 没死啊 我们之前都已被你牺牲了 放心吧 我命运着呢 不说了 赶紧带船带随昌 快撤吧 上船 快 走 走 走 快 快走 快走 走 走 带随昌 应该三年多的 可以 走 我记得 这是什么地方 新四军湖山根据地 阿拉要去重庆 阿拉要去重庆的 老实点 阿拉斯怎么到这里的 阿拉斯要去重庆的 把他带走 是 走 坐 戴隧昌 你这个狗汉奸 威虎作娼 罪打恶极 能不能保命就看你的交代 你们想要什么 阿拉克斯权清除 阿拉一个字都不会抢 你要是不说 我立刻毙了你 将毙我可以 可你们怎么向重庆国民政府交代 实话告诉你们 阿拉克斯他们的人 我早就知道 你和他们早有勾结 李世宁是汪伟汉奸清香指挥长 你们和国民党顽固派暗中勾结 就想剿灭我们共产党新四军 上个月在苏北 你们伪军和韩德勤的国军同时夹击我们 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说不出 你们算什么伙子 这么重大的秘密 能随便讲给你们听 再说了 阿拉讲完以后 你们再把我黑半 阿拉找阎王神医院去啊 你老老实实的交代 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戴某信不过你们 那你怎么样才信得过 戴某要见你们最高长官 跟他谈好条件 戴某才会讲 你个臭汉奸 讲什么条件 你还用脸讲条件 见不到你们的最高长官 反正都是死 随便 带出去 关叔姐 他太嚣张了 你把他交给我 我保证撬开他的嘴 不行 他要是说了一堆假情报 我们又无法证实 王盈 马上发电报 请示黄司令 是 此时 我军分区黄司令人 正在苏北前敌指挥部 召开军事会议 遵照上级指示 该部即将展开一次重要的作战行动 我们这一次的行动主要任务 是攻击日后的交通枢纽和干线 破坏敌人的机动能力 为我们开辟更广阔的根据地 创造有利条件 行动 三天后开始 各部队已经进入了指定位置 但是现在情况很复杂 我们的正面是日伪的重兵 后面则是汉德琴等国民党顽固派部队 万一他们搞阴谋 结了咱们的后路 我们就会陷入日伪的重围 处境非常危险啊 黄司令 晚南事变我们就吃了大亏 这次我们绝不能再轻信他们 是啊 邦伟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早有勾结 一直想把我们赶出江南 我担心这次 他们借刀杀人 暗中配合鬼子整咱们 同志们 你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今年五月 为了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共产国际解散 国民党王顾派 趁机要求中共 解散和取消编曲割据 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所以毛泽东主席 要求全党 一定要提高政治警惕 所以这次行动 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 务必提防敌人的阴谋案件 黄司令 无声线伟集电 他们抓获了李世宁的秘妇戴岁昌 这个家伙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只要他肯开口 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我们可以了解汪伟和国民党 王国派勾结的内幕 以调整部署 从政治上揭露他们的反共高潮 指点关月霜 让他把戴岁昌立刻带到苏北来 是 官书记 黄司令来电 黄司令 正在苏晚前线 召开重大的军事会议 他非常重视戴隋昌 让我们连夜把他送到苏北去 官书记 这苏北山高路远的 会不会有危险啊 王英同志 我拜托你啊 别说一个小小的戴隋昌啊 就算是押借汪精卫 周佛海陈公伯 我都敢保证 不出一点疲漏 英杰 这是个严肃重大的任务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 赶快准备出发吧 是 好嘞 来 好好看 好好看 来 高班员 重庆吉殿 慌什么 行 好 戴翠昌落入共党之手 后患无穷 着急务必夺回 这下麻烦大了 特派员 戴翠昌是个汉奸 共党逮着他肯定逼啊 哪用得着咱们费劲呢 你知道个屁 共产党千方百计地要抓他 就是想知道 重庆政府跟南京汪伟之间勾结的内幕 戴翠昌要是一开口 伪作怎么向世人交代呀 对对对 眼下国共合作 一致抗日 可咱们又悄悄地勾结汪伟的人 一起整新四军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委员长可就太不敌道了 就是 就你屁话多 那怎么办呢 咱要是从共产党手里夺回戴翠昌 这 这难度也太大了 从湖山镇到苏北 对 青岗岭是必经之路 而且离国军的防线非常近 我已经查清了 青岗岭客栈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站 长官 长官姓孙 我们就在那儿把他截住 抢回戴翠昌 特派员这是神机妙算哪 您早就给共产党拔好坑 让他们往里跳吧 去 立刻禀报长官司令部 郑公部 请他们派部队行动 共党怎么把戴翠昌抓走的 我让他们乖乖地给我送回来 而且是原封不动 毫发不少 胖瘦不变 命令 第143团特务联立刻赶到青岗岭 务必夺回戴翠昌 绝不能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 坏我党国大势 是 宋主任 戴翠昌被共党劫持 乃是我在苏城的部下失职 所以我派出手下丁大忠 也敢去青岗岭 配合我国军行动将功补够 戴翠昌事件如果造成严重的 政治后果 乔大专员 你和部下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陈队长 前面已经到青岗岭了 咱们先到联络寨休息休息 了解清楚情况 千万不能大意 青岗岭的情况很复杂 大家要小心啊 是 总统 快点 快 谁呀 掌柜的 我们预定了客房 是秀荣商行吗 不是 我们是茂园货站 沈科长 你们来了 进去再说 好 孙大贵 有没有以力量放进来 这家伙太多了 不能出任何的品味 有 就在楼上 好 走吧 快点 快点 快 来 你们几个跟我来 来 把人弄下来 快 往下 我看都看不到 怎么快 怎么下来 你们那么多废话 走 快走 注意警戒啊 好 快点 快 因 打起请上 是 注意警戒 是 走 走 老实点 别动 你 坐下 把他绑进来 是 老孙 老孙 皇司令令我们 把这个家伙送到苏北 所以呢 我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青岗岭的情况怎么样 很不好 出刹在附近的 国民党王国派部队 三天两头来捣乱 山里的土匪 也经常来骚扰 我怕会出什么事 你们押送这么重要的犯人 一路上很不安全啊 那这样 麻烦你帮我准备些 干粮和粮草 我们待会儿就走 好 我先去了 嗯 你们俩先出去 喝口水吧 阿兰饿了 不要喝鸡汤 再来龙歇飞小包 够汉奸 想得美 忍着 带粮草 带粮草 走了这么远的路 你不口渴啊 带粮草 咱俩商量一下 你老老实实地交代 交代完了 我陪你一起喝鸡汤 要不然 咱们还得一路折腾到苏北去 你累 我也累 好不好 好 实话跟你讲啊 这一路上 那是相当危险啊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敌人丢了性命 你要是及早交代 我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还挺硬的啊 我跟你讲啊 我对待敌人 从来没有这种态度 你不说 我会有办法撬开你的嘴 大鹏 上手段 是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想要清楚 罢了密疏主人 敢动心啊 我马上控告你们 控告要有证据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个密疏主人 留下任何证据 动手 带粟草 就是你的想法 我估计不到两分钟 你就恨不得 把上辈子做过的坏事 都交代出来了 说不出啊 但对不住了 沈队长 嗯 你不能这样 为什么 你这是动用私刑 是犯法的 他是汉奸啊 汉奸也不能这样 我们是心思军 我们是讲政策 讲纪律的 再说了 你的任务是护送他去苏北 怎么可以私自审讯 你懂什么政策纪律 这是对敌斗争 必须毫不留情 我审讯他是我的执着所在 沈队姐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就去告诉官书记了 好啊 告我黑状 你现在就可以去啊 你 想清楚没有 说不说 好啊 大鹏 完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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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嘛 你要是早这样的话 我何必浪费那么多水啊 说 你们想提些什么 你先跟我讲讲 汪伪汉奸 是怎么勾结国民党顽固派 企图消灭我们新四军呢 这个阿拉不清楚 阿拉就是一个小小抛腿的 我很够饭吃 你跟了李世宁那么多年 什么秘密你不知道啊 你不要骗我 我的脾气一向不好的 这个阿拉真的不晓得 李世宁也是南京汪伟的 特副徒子 结果划得很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这么精致的发型 可惜了 嗯 神魔掌 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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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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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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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车车变车 好像是土匪 大王 看着他 跟着他 走 你跟着干什么 看着带随昌 不想土匪啊 这像是正规部队 这都是古兵的魔物派 他们想干什么 停 这小子里太轮了 我们的用心 想慢慢撤 是 请问部队 网友 外面怎么打得这么几零 怎么办 随匪让他们撑得住吗 我去看看 哎 不要许 那带随昌怎么办 你一手是他呀 把那这么老他跑不掉的 我 我告诉你啊 你别乱动 你要是乱动 我一下帮你 阿拉伯子这个样子 阿拉怎么动嘛 姑娘 能赶快把阿拉放开 要不然土匪跑进来 他们都没命的啦 不要说话 伺 баб алось 外面 姑娘 我在训你们的 带随昌呢 我让马瓶守着她呢 公atz 怎么让她一个人守着带随昌呢 我先闭了你 怎么样 大王 可以带队长 我掩护 是 你们俩给我来 姑娘 你趴了 松了吧 条件随便开 要多少钱都行 待我在观察后 多少年 门声发大财 操炮有的是 不要再乱说了 你要是再乱动的话 我这子弹可没让进去 弄把枪 打开你好了 不要指着我的脑袋 快做我的 不要再乱动 快 快 快 姑娘 你刚刚把阿拉放了 再磨叽就来不及了 你们非精神奇的把阿拉放来 就是知道 阿拉肚子里藏了很多秘密 你们非常想知道 对不拉 如果阿拉死了 你们就会前功尽弃 白辛苦一场 所以绝对不能让阿拉死 否则你们长得像是交代啊 我闭嘴 你要再说的话 我一下疯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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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有 你 我 你 你 走 你 走 走 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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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议 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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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肯定没跑进去 追 是 快撤 走 快点 快点 起来 走 走 走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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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和掌 这帮人就是来这儿 抓戴隋昌的 我们差点回家抓住 王八蛋 还真是冲着这罕奸来的 幸亏王爷把戴隋昌 给带出来了 要不然咱们值再大了 不过 只要你们交出戴隋昌 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你们的秘密联络员孙掌柜 也能活命 否则你们一个也别想逃 看来是顾兵那的人 就是来抓戴隋昌的 李子真理 这么快就闻到味了 出来吧 不要再躲了 把投降 交出戴隋昌 你们再不出来 刀子就先毙了他 沈和掌 怎么办啊 他们那么多人 咱们冲过去啊 先撤回忽山再说 可孙掌柜还在那儿呢 我知道 先保住带隋昌要紧 撤 走 走 你能确定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人 他们虽然穿着变装 但是武器装备精良 行动只会训内有素 绝不可能是土匪 再说了 这土匪抓戴隋昌干什么 是啊 现在是股共合作联合抗战 他们不敢明火之杖地抢人 所以只能用这种下三流的手段来捣乱 官书记 咱们这次 是没想到敌人行动这么快 所以才吃了亏 我现在立刻去调集人手 重新布置 保证把带隋昌安全地押解到苏北去 这太冒险了 带隋昌得知不意 只要他能交代心中的秘密 这个意义就太重大了 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出任何差错 可是 黄司令急等着审讯他们 我立刻向黄司令报告 黄司令 湖山县位急件 念 秘密押送戴隋昌的行动 在青岗领位阻结 如继续实施风险甚大 现我已撤回湖山待命 请指示 看来这次真的是情况很复杂 黄司令 湖山到苏北山高路远 沿途敌情复杂 虽然国民党顽固势力 不便公开对我袭击 但是他们会想办法千方百计 夺回戴隋昌 把戴隋昌送到苏北来 确实风险太大 他们越是这样 不择手段地抢夺戴隋昌 越是说明这个戴隋昌 价值很大 你质量官员霜 让他一定要保护好戴隋昌 三天后 我亲自到湖山去审问他 你亲自去 是关重大 值得去一趟 另外 你制点军部 报告这个情况 是 报告 情况如何 宋志 青岗领行动失败 但隋昌又回湖山阵了 康国百养了一群废物 共产党新四军无视军令 在江南越来越猖狂 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去 三天后 我们将有一次重大行动 如果戴隋昌被他们利用 就会前功尽弃 我保证三天之内一定就会戴隋昌 如果再失败 我乔某级部下愿受军阀处置 绝对不会连累宋主任仪 放心 告辞了 乔专业好自为之 是 特派员 青岗领行动失败 戴隋昌已经回湖山阵了 叮麻子 废物 饭桶 尚风命令咱们 三日之内务必夺回戴隋昌 如难以施旧 则处无耻 以绝后患 放他的狗屁 不然这是共产党的根据地 就凭咱们几个人去送死 再说 我们现在也不能公开去杀人哪 特派员说得对 共党肯定把戴隋昌看得很紧 可咱们怎么下手啊 这 可是尚风就给了三天时间 咱们也耽误不起啊 有一个人可以绊倒 只要他一出手 戴隋昌就保不了 谁啊 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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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传说中的江湖杀手 不 他不是传说 他是个财迷 只要我们给足酬金 这事儿就好办了 可是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的 咱上哪吵下去啊 我自有办法 我自得 我自得 你真是友谊 你 还好吗 职员 大水掌是逃到封山津 把刀扔了 以后大水掌的手臂 抹着带来 你肯定下载 我感谢 柴山的手机 他们的逃走 衰竟然 如果大水掌 共産党的手机 他们的手机会 我们的尊严是大气 我们把狗狗掌握了 我最重要的是 我最重要的是 尼迦子 有秘密的事 我被人殺了 如果 太水柱是何謀利 我他們是全部的姉妹 安心 有大混合 我會殺死他們 我會殺死他們 走 岡森子 野田来到了吗 又来到了吗 大罪犯死了 我还没有安心 权杀 野田的男人 有缘的头 他要护士尔 护士尔 是否能感染得到的 铺子 她的事是心配的 想法是正常的 铺子是你的先輩 命也救了 舅船 铺子去湖山 那天的状況更好 你去湖山嗎 為什麼 請注意報料 找上有原因 明白 你更違う 官書記 黃司令回殿了 黃司令決定親自到湖山審訊帶穗chau 三天以後等 命令我們必須保護好帶穗昌的生命安全 三天 让我们全力保护这个臭汉奸啊 别发牢骚了 湖山根据地刚刚成立 离敌战区又很近 情况非常复杂 我们的主力部队又不在 力量单薄 这就全靠你这个保卫科长了 官说解 你放心啊 鸭界带隋昌去苏北 我不能保证这路上不出什么意外 但是在咱们地盘上 谁敢来撒影 来一个我灭他一个 你别想得太简单了 从现在开始 还有整整三天 官月霜和沈英杰 虽然预感到奸长压力 却没有想到 这将是形象完成的三天 血与腥风的三天 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接一场 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以下事件发生在第三天 以下事件发生在第三天 他已经难得读力 要紧凯以下 命会 骦着 将下 抿补 容 当осто 晚 警 机 牵 是 日本艦船艦船艇 顔料理 主要的出身 小山 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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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猜了 說得要我猜猜 我猜猜猜猜 三十m 百八百十 一副 盧地大招 我看你很不容易 大隋常也要拒絕了 你是不是有意義的 那是甚麼意思 聽到你 今次去吧 有計劃有大隋常的隔離場嗎 我可以報道 我可以報道 我可以報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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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疼你的努力 你不需要協力 带回来 你不想找我 莫大君 真的不想找我 知道了 感情是恨的 有了 有了 失望 失望 對不起 好 你等下 你等下 你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心里消失了 你去铁长的地方 你去铁长的地方 你去铁长的女人 铁长的铁长的事 我没法解释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没法解释 你怎么知道 你先听一下 我们都会出席 我来一下 现在就去铁长的地方 找到铁长的地方 把铁长的地方打他 然后 把铁长的铁长的在铁长的地方 尽管他 就在铁长的地方 我们就去铁长的地方 去铁长长的地方 去铁长长的地方 他这就是铁长的地方 他的女人 是白人 你这个蟑螂 是白人 是白人 他就是我对他的蟑螂 是白人 起来 你们全部你来 出发 随便 在哪里 我是真的 带水掌握过路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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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了一个臭汉奸 仗机命令我保护他三天 还不准出任何意外 你说说 让我给一个臭汉奸当保庚 这严重伤害了我的子孙的小小的 你行了 我不也一样吗 从不对到地方 有劲使不上啊 沈科长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没有 一定要严查 从敌战区方向来的人员 防止任何的间隙混进来 明白 咱找沈科长平理去 就是你偷了 就是你偷的 你能拼下说是我 就是你偷的 大娘 怎么回事啊 沈科长 沈科长 你要为我这个老婆的深夜 行行行 你先不要哭 把事情说清楚 他到了我家来急 慢点说 慢点说 就胡说 我没偷他的鸡 要诬陷我 拼下来 拼下来 你先下 是不是在那边 你给我亏 站住 我们是东西村来的 来买仨货 立行检查 这没有 好好好 没偷 大家不要走 没偷你的鸡 不要打 就收下鸡 不要打好 你凭什么话说清楚 你不要打 谢谢 好 有什么事 去保卫科说清楚 好不好 好 好 好好 你还我的鸡啊 你还我的鸡 行了 鸡毛 我走了 你依派鸡 屁股走了 留下我整天 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天 我都快疯了 好了 好了 不过 你要我带村昌 给我看好我 叶花 老街巨花 一只臭肉 我两根手指头 就能掐死 他这事 多少同志 有生命换来的 好了 我先回苏城 处理后事 有什么事情 我会及时和你同报 放心吧 路上小心啊 好 那我走了 嗯 这什么祖师狗事啊 俺都不知 狗汉奸 大清早上你找茬 我都不耐烦了 阿拉要吃早餐 这不早饭吗 没文化 阿拉说的是早餐 有牛奶 面包 果酱 煎鸡蛋 还有一片熏肠 做梦啊 西式早餐搞不来是吧 中式早餐也凑合 炖鸡汤 记着不要太油腻 一笼蟹粉小包 外加一点蔬菜 就青草芥兰吧 快去 我呸 要不是上级有命令 老子一枪崩了你 让你砍狗屎去 崩啊 有主你一枪崩了阿拉 没胆量啊 你们上级打的什么主意 阿拉全清楚 阿拉现在是宝贝 阿拉要一死 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你 你 你什么你 快去给阿拉 弄好吃的去 快去啊 给我看锦图 下无理事 阿拉 你 我不是想要你 我曾经认识了 谢谢 如果我会有事 你会认识吧 是 走 站住 干什么的 长官 我被偷了 我报案 那边 进去 好 谢谢长官 沈阁长 我正找你了 又怎么了 你在水上最难闹事 就像毛骨不吃又臭 大鹏呢 刚才爱在这儿呢 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去看看 走 把他吃了 这 阿拉秘书主任 厌不下这些猪死狗死 你们把阿拉抓来 想要知道阿拉肚子里的秘密 就该好好地刺化了 看看这个鬼地方 又小又潮湿 床印得像刑具一样 还有这里蚊虫跳蚤到处爬 还有这个臭气熏天的奋斗 阿拉受不了 阿拉要抗疫 阿拉居死 抗什么疫啊 有这地方住 有这些吃得就不错了 你还寻思着来这儿享福啊 我再问你一句 吃不吃 给我塞 是 是 干什么 跟着玩去 是 是 站住 干啥 我报案 后面不准进 鸡蛋室在那边 啊 啊 好好好 深山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月逢十五元 清道黎明西 我是元月 我是韩兴 原来韩兴先生 一直潜伏在共党的县围里 正好 港村忠左 让你全力配合这次行动 黄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愿为他爱军效力 快说说戴隋昌的情况 关在哪里 警力如何 是 老大 我等着什么 我看见 我看见 他 解决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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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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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怎么会这样的 你说着 不是 怎么办 干杯 滚 老德君 大随乘的一半小个插柴 郭上一岁 什么都没有 七次 是这里 警察很弱 警察只有一班 但街周围有一个人 一旦攻击 请进去 英杰 怎么就这么几个警卫 太松懈了吧 你 你这么几个人 就能保证带隋伤插伤翅膀也逃不掉 我倒不是担心他逃 我是担心敌人来追杀他 你想 这么一个活情报落在我们手里 他们能甘心吗 官书记 就算有几个虾兵蟹将来杀他灭口 我正牙牙呀 保证一个不留的 咬死他们 别给我惩能了 赶紧增加岗哨 联系张连长 请他派人支援 是 身经百战的沈英杰 以为关押一个汉奸轻而易举 他完全没有想到 正是这个戴隋伤 将使他身陷绝境 滤脏滤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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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